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看到了蓝天白云 然后报告你们好消息 你们台中设施蓝天白云 我从台北来 台北是一片雾霾的 而且连杨明山 连竹子湖 你如果把车子停一个晚上 第二天 车子屋顶上都是一片的灰尘 南北终于没有差距 不过我看到的中部 今天蓝天白云 恭喜各位 谢谢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上 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 他是极星工程顾问的前任的董事长 叫陈立成 那他自己呢 看到台湾的能源政策呢 大家都讨论这么多 他变成非常知名的部落格 然后写很多很多的文章 然后他做了很多很细节的研究 引用了非常多学者的东西 今天我想请他 来给所有的同学上一堂课 台湾的能源分布 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的煤炭发电 现在占的所有的 我们最关心的雾霾之一 比例是多少 我们很反对的核能 它的比例是多少 我们所面临的天然气 如果说比例很高的话 它有什么风险 如果我们很希望支持 绿色发电 就是再生能源 我们会面临哪些好处 哪些坏处 让所有的人在这件事情里头 你等于是一个公民的角色 把这个事情好好地听清楚 然后来做出你的判断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地方 所听到的往往都是一面之词 比如说这个人是反核的 他就把核能 说成明天你们就会变成原子弹 把你们都杀光了 如果他是反煤的 他就会告诉你 后天你就会得费爱 那如果是赞成再生能源的 他就告诉你 只要我们到处都是风力发电 跟太阳能 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能源政策 好像变成一个罗生门之外 每天每天 大家都在付出重大的代价 口罩 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国企有意见 对不对 你们对国企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对国企有意见的人请举手好吗 我觉得他已经不太能够代表 我们这个国家的象征 我们这个国家要不要把那个口罩 变成我们的国企 这样子 就是一个口罩 这样我们在全世界就会红了 这样 好 我们现在今天请陈丽沈老师来帮我们 他准备了一个PowerPoint 台湾的能源灾难 我们先来请他帮我们所有的人上一个课 然后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呢 好好先来听一下 他大概用25到30分钟的时间 为大家来好好的说明一下 台湾现在能源面临的问题 面临的困境有多么大 请注意为什么困境很大 第一个 台湾的自主能源只有2%左右 对不对 就是水力发电 我以前给大家上课的时候 瑞典自主能源是54%水力发电 然后呢 我们曾经谈到 他也有危机 他也有困境 他也想返核 但是 他有54%的水力发电 然后他绝对不做煤炭发电厂 然后呢 他需要天然气 可是他又面临了 他自己不产天然气 我们曾经跟大家谈过瑞士 瑞士是一个用公投来决定 要不要返核的国家 然后他在2011年福岛核能危机之后 他决定做公投 可是他不愿意在惊恐当中 让老百姓做决定 一个成熟的公投国家 会让他的老百姓 面对各种不同的专家 各种不同的辩论 然后五年之后才举办公投 因为他认为这才是负责任的能源选择 瑞士它的自主能源也是水力发电 当地的水力发电也占50% 那台湾呢不产煤矿 当然更不产天然气 那台湾的自主发电只有2% 那我曾经跟大家上过课 就是说在很多国家 他考虑能源议题的里头 包括新加坡 包括瑞典 为什么 因为瑞典很靠近俄罗斯 他们很害怕 他们自己被变成乌克兰 所以呢对他们来说 能源本身是等同国家安全 所以新加坡呢 我们有一个人一直在讲话的是谁 请他出去好吗 有点没礼貌 然后呢新加坡大概 因为它靠近马来西亚跟印尼 所以海底隧道就有天然气管 可是他还是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充满了忧虑 所以他的被载容量 就是他准备的液化天然气 就是把天然气液化 他盖了两个液化天然气主存槽 他的被载容量 占了他整体电力需求的30% 而他和马来西亚只有一水之隔 台湾天然气进口的国家 最近的叫马来西亚 更远的叫卡达 那还不像新加坡 那新加坡的被载容量是30% 我们台湾以前法定15% 现在已经降到10%以下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很重视国家安全吗 以下我们欢迎陈老师来跟我上课 谢谢 我自己控制就好了 这个上下 这个灯会关一下吗 我这样看得清楚吗 这样可能看不清楚 这个灯可以关吗 这个关灯之前我先想一下 今天满座 OK 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PowerPoint 跟我 我不知道说在座有几位看过大爱的 我当时也讲了25分钟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后来加了一些了 那我今天因为也只有25分钟 所以我到时候其实我可能会用跳的 到时候有些PowerPoint 等一下跟陈教授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再 可能再回来再看 我今天讲台湾能源在来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能源政策下去 目前蔡政府能源政策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对我们台湾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像右 这是向右吗 不是吗 OK 好 对电脑 OK 好 另外我现在只是简单地讲一下 就是说人源这个事情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至少我是人源这些行 干了三四十年 我这个是 我已经退休了 可是至少我在 我们公司是 台湾大概七八成的火力电商 不管台电的或者民营的 我们是孙院长 孙宇全成立的公司 那我个人在各种人源的领域 的专业团体 我也是长久担任职务 所以对人源这块 是人家讲bread and butter 就是我的专业 我专门在做这一块 那很多人谈人源 其实对人源不是那么了解 首先只是说介绍一下 我个人有些经历 不行吗 OK anyway 我今天就讲说 人源讲电价 我讲绿能 讲核能 讲煤电 基本上就讲 那我今天讲的东西 可能跟大家一般了解是 会翻过来 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大家认为 很多人反核 是觉得核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今天讲 可能没有那么危险 反煤 觉得空污非常严重 脑汗非常严重 我说这两个现象都有 可是不见得是大家想得那么严重 所以说可能 我讲的跟大家已经听了 是不太一样的 没有开始 那非常简单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人源政策目标就是两个 一个非核家园 一个叫做减碳承诺 这两件事情其实说了说是冲突的 那它要怎么做呢 非核家园 那你又要减碳 所以说你核能是没有碳的 所以必须用绿能来取代它 所以核能目前发电400亿度 所以绿能就要增加400亿度 变成大概20% 来取代核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绿能取代核能以后 其实排碳是一样嘛 两个都没有排碳嘛 那你对国际社会又有所谓的减碳承诺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那只好把碳排比较多的煤减少 把碳排比较少的气增加 所以真正的手段就是 绿电取代核电 气带取代煤电 那现在问题是说 绿电可不可以取代核电 气电取代煤是可以 要多少钱 那减碳承诺 有办法达到 那底下是具体的数字 刚刚讲说 讲了一大堆这个政策 具体的数字 sorry 具体数字就是 太阳能要2000万瓦 风能430万瓦 现在其实已经增加了 2700万瓦 这大家可能不懂是什么意思 台湾现在装置容量 大概4000多万瓦 42004300 所以说7年之内 瓦灿能源要 我们这个42003是盖了40年 我们要7年之内 瓦灿能源要盖超过一半 我们过去70年 要盖非常非常多 然后绿电增加400亿度 要取代核电 发电配比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核能没有了 绿能要变20% 降瓦 瓦要降成30% 那其他50%是什么 就是7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图 这张图大家看一下 这是每天24小时 从半夜 这个也不是很亮 这个从零点 一直到中午 再到半夜 我们的电力需求 半夜不是很多 到清晨其实最少 然后大家上班了 中午吃饭就少一点 下午开冷气又很多 下班又少一点 回家又看电视又高起来 这样下来 这是我们每天的用电图 这是某一天的用电图 那电是有个特性 电你其实不能储存 电池储存的电是非常少的电 所以电就是说 你社会上需要多少电 我电力公司要提供多少电 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点 那其实这张图 大家看最底下 咖啡色叫做核冷 红色的是蓝镁 黄色的是蓝气 那在上面 还有些什么水利啊 再生的人啊 什么都算很少 这张图给外国的人看 我有外国朋友 他们是电力专家 一看就说 你们这个台湾 电力结构出了问题了 没错 就出了大问题 为什么 电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追求的就是 要稳定 要便宜 这是开头这两个 一个要有电 要稳定 第二个要便宜 第三个谈到环保 那稳定便宜的电 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 我们稳定而便宜的电 就是核冷 和蓝镁 这两个东西 叫做稳定而便宜 可是 为什么你不能说 全部用核冷和蓝镁 你不要气 不要水 为什么 因为刚刚就是这条曲线 核能离开机 就一年不停机 就一次发电 三八六十五天 二十小时发电 煤炭它很难起降 你想想看 你烧炭 烧了半年才会热起来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两个虽然很便宜 很稳定 可是你不能说 全国我就用这两个来发电 因为你白天怎么办呢 白天你要每一分钟 要水的负债上下 所以你就必须要有 蓝气发电 还有水力发电 气 瓦斯一开 气就来了 就发电了 瓦斯一关 气就关了 不发电了 水龙头一开 水就来了 水库一开 就可以发电 所以说基本上 你这个 在上面做负债管理的时候 这个曲线这个部分 你必须要用气和水 好了 那问题来了 那你这个半夜五点钟 这个是最低嘛 你这个半夜五点钟 之下的这一大块 其实就表示 二十小时不要停的 对不对 可以用 核能和蓝莓 就好了 为什么你有一大堆气呢 这表示我们国家 我们的便宜 稳定的 叫做积债电厂不够 外国人一看就说 奇怪 你们这半夜 为什么还烧一大堆 很贵的气呢 那我们今天 我们政府的政策 是很可怕 在哪里 外国人就认为 很简单嘛 你这个五点钟之前 自己底下一大块 就应该用核能和煤嘛 他们二十小时 不停机 很便宜地 稳定一支发电嘛 你们气已经太多了嘛 那我们今天政府的政策 是要把底下 最便宜的核能 拿掉变零 然后把煤呢 还在降 我们将来的电价 会非常贵 好 这个电力结构 我们前两年 煤电大概占四十 核电二十 这两个加起来六十左右 然后绿电四百分之 主要是水力发电 气电三十百分之 还有一些油电 这是我们这个 两千两百亿度 一年 这个大概结构是这样子 核和煤占了六十 勉强 接受 好 所以说如果我们 今天没有 蔡政府这个政策 蔡政府政策就是右边 核电 没有 然后 绿电二十百分之 就是我讲说 2025年 我们现在发电 大概两千三百亿度 再过电力会成长 说2025年 假设两千五百亿度的话 绿电 百分之二十 就是五百亿度 气电百分之五十 一千两百百亿度 煤电百分之三十 七百五十亿度 那如果你现在 什么都不做 你就煤电 你核电 你就不要除疫嘛 你让它继续发电 四百亿度 占十六百分之三 煤电 上一张图说九百亿度 可是我们最近 盖了大林 和林口电厂 加起来 其实是一千两百亿度 2025年 你可以占差不多五十百 气电百分之三十 绿电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就保持 水力发电 大概一百亿度 所以这个是一个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的一个配比 好 现在问题是说 你这个配比 和这个配比 你付出的代价 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刚刚讲 核能很便宜 一块钱 有九毛钱 这是2012到2016 的一个电塔 煤一块三 一度点 气就比煤大概怪两块钱 三块钱左右 气现在比较便宜 因为现在油价跌 气价跌 这个是 太阳能大概四块半 里昂风电六块 现在其实今年降成五块八 大概就是 所以说想想看 我们就说要用 这一块 绿电 平均它五块钱 来取代一块钱 平均三块多的 来取代一块多的 我们像头讲 都是几千亿的电 所以一块钱就差千亿 绿电 取代核电 绿电平均五块钱 核电一块 所以说差价就四块钱 我们像核电有四百亿度 所以你差价四块钱 每年就多付一千六百亿 气电 当时我讲一千两百亿度 就是煤 可是它现在把它降到三十百分 就涨成七百五十一度 就少了四百五十一度 差两块钱 就九百亿 所以说 每年电费 七年以后 如果这个政策往下走 每年电费就增加两千五百亿 好 所以说这个 这个事情其实政府非常了解 说政府现在 它的政策里面 它不谈钱 全世界 能源政策 讲三个一 第一个 Energy Security 你要供电 你不能说没有电 这是No.1 第二个 要便宜的电 Economics 第三个 谈到环保 这是全世界的 三大原则 我们现在 台湾最近搞个 能源钢顶出来 它四个原则 人源安全 没错 就是供应 环境永续 就是环境 绿色经济 它是讲发展 绿色产业 不是便宜的电 社会公平 这跟全世界 没有把这个东西 当作一个人源政策 你看它这里面 缺了什么东西 没有成本 因为它不敢跟大家讲 它政策下去 每年增加两千五百亿的钱 所以现在它正在做 人源白皮书里面 没有一个字谈钱 不敢谈钱 好 我这一部分已经 就是policy这一块 因为陈教授叫我 多谈这一块 人源这样 我现在很快地就把 绿电 核电 还煤电的 很快谈 因为等一下还有一个钟头 随时可以回来 看这些PowerPoint 这个是全世界 太阳能发电的一个图 红色的地方就是说 太阳能发电很好 绿色的地方就是不好 台湾是绿色的 很多人说台湾很热 哇 太阳很多 所以我们放太阳能很好 不是 台湾是一个多余的小岛 每年八千小时里面 台湾发电平均大概一千小时 晚上不能发电 下雨天不能发电 台北上个月 就是下雨一个月 太阳能发电零 然后云飘过来是不能发电 要直射 你看 好的地方 全世界真正好的地方 就是沙漠 很简单 沙漠不下雨 沙漠每年三千小时 其他地方两千小时 有些紫色的是三千小时的 澳洲 智利这边 美国 加州这边是两千小时 所以它发电是你一半价钱 太阳能板的价钱一样 你发一千多 它发两千多 为什么说国外价钱便宜 你的一半呢 你发电子很糟糕嘛 这一点 第二点 绿能要很多土地 我们讲河市好了 河市在这里 沿辽这边 占两平方公里 太阳能要一百倍土地 两百平方公里 四分之三个台北市 风电要五百倍 就是一千平方公里 一半个新北市 台湾是很小的地方 没有办法这样子高 讲说台湾 2025年 我们的密度 会是今天德国的五倍 我们实在太小 风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谈风 我这个不要谈太多 风是一个很不稳定 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 可能因为现在这个礼拜 离岸风电就要招标 这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把风电 跟深澳电厂 可以拿来比较一下 现在这个都跳过去 有三分钟时间谈 这我们讲日本好了 日本它风力量太阳 能加起来8% 2030年 我们是2025年 变16% 因为我们水4% 日本20%就是风力量 日本比我们大很多 核电 很快讲一下 很多人以为 恒能电脑是一个原子弹 有没有人担心 硫矿会爆炸 硫矿里面有硫 有硫就爆炸 硫矿会爆炸 硫矿有没有爆炸 所以恒能电脑 比较是像硫矿 还是比较像原子弹 硫有两种同位数 一种叫硫235 一种叫硫238 硫235会有连锁 硫矿反应 产生能量 所以不管是恒能电厂 或者是原子弹 都是硫235 然后在硫矿里面 硫235占不到1% 说你要浓缩硫 大家听说浓缩硫 就不要做原子弹 不是 原子弹呢 浓缩硫 硫235占90% 恒能电厂大概3到5% 所以恒能电厂不会发生核爆 你把全世界物理学家拿到核能电厂拿来 你说要让它发生核爆 没办法产生 地震我先讲一下好了 我们台湾人其实对地震很了解 住台北高雄的人都知道说 这是我们的建筑技术规则 台北高雄你抗震不要那么高 其他地方东西岸要很高 为什么我们台北高雄 地震没有那么厉害 花莲和台中很厉害 因为我们的地震大小就看断层 台中花莲都有100公里的断层 台北高雄都没有 都是短的断层 所以台湾地震一错 这个断层一错动 台北也会错动啊 小地震嘛 台湾最长的断层 就是921的车龙部断层 100公里 日本断层是500公里 断层滑动的时候 它不是说线性的 它整个面滑动 台湾当时滑动是100公里 横向滑动20公里 日本是500公里 横向滑动200公里 能量差了100倍 我们台湾不会发生规模9地震 加州的断层很长 从旧金山拉到洛杉矶 所以加州地震8.5是会发生的 台湾不会 海啸我就不讲了 等一下我先来讲 我们还有个所谓断燃处置 我也不讲了 今天时间实在是很改 全世界现在有14个国家 正在盖50部 何能记住 全世界真正讲废盒的 两个国家 德国和台湾 好 我先讲短话也讲一下 这是天下杂志的封面 这个是云山饭店 也是天下杂志的 这个水涨了多高啊 100年之后 说台湾变这样子 另外我们这个政府官员 也是说 2020年 台北变一个湖了 海水上升嘛 高尔就说海水上升 7公尺 100年后 联合国的报告 四种情境之下 最高60公分 这是联合国报告 正常大概就40公分 没有7公尺 这一段也不讲了 就高尔他那个影片的 非常多的错误 这个法庭判下来的 这张还蛮重要 这个是联合国报告里面 也是联合国报告里面的一张图 气象模型是 我们从1980 一直到2025 我们的温度是这样子走 气象模型 可是 现在实际测出来的 走是这样走 当然油软化 可是 写率差很大 这是联合国报告的东西 这张图 联合国报告的东西 其实联合国报告里面 它对于气候这一块 很保守 它说我们在 climate system 我们的observation uncertainty很多 什么东西使得气候变迁呢 uncertainty 我们对于气候系统 和最近的变化 uncertainty很多 我们对于全球 和未来的 uncertainty很多 其实它里面列了非常多 我只是随便抓事情 它才能列了30项左右吧 这是2013年联合国IPCC的AR5报告 这东西等一下有时间再讲好了 OK 那大家是说 其实短话很厉害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 这是保险公司的数据 从这个1900年到2000年 哇 这个保费增加好多 这个不是全球快完蛋了吗 这个做这张图的教授说 我还有另外一张图 你连后过去是不讲 他说很简单嘛 80年前的迈阿密 跟今天 当时有多少建议 今天是变一个city 当时一栋楼多少钱 今天一栋楼多少钱 保险公司为什么要涨价 同样跟台风过来 你这边要赔很多 那边不要赔钱嘛 教授说 我把这些因素都考虑以后 财产损失是这个样子 这个很高 这边Catrina 其实以前是更高过 这是全球的 台风的统计 并没有说越来越多 没有 这个不讲了 好 这边我再讲一下 这空屋 这边都是台中人 我常常听人家说 台中这几年空气变坏了 十年二十年前很好 我就给大家看这张图 台中一号机到八号机 完工二十年 九号机 十号机 完工十年 所以说如果真正主要原因 是来面电厂的话 二十年前就完蛋了 第二 台中 冬天空气很不好 夏天空气很好 这一张是电厂大修徒 就是没有大修的时候 就是全力发电的时候 冬天其实都在大修 OK 这个只是很快地看一下 这是台电的 这是模拟的 这个等一下有时间再台 这是一个大器教授 中央大学大器教授 说为什么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在这边特别严重 其中叫做风尾流落风区 风一直下以后到这边正好就变落风了 所以吹不走了 人家常常说 东北季风说是从大陆吹来 为什么台北也没有了 这一带还是强风 到这里强鲁之墨了 基本上 这个也是我觉得 好像总统是不是前天有讲吧 境外交通工业各三分之一 工业里面有钢铁厂 有化工厂 有造质厂 有水泥厂 电大概占三分之一 十分之一 所以电在里面实际上是 三%左右 那有的人说全世界不盖 大家都有反煤 全世界现在 我刚刚讲的核能电厂 现在全世界有50部在盖 现在全世界在盖500部 蓝煤电厂 日本人现在正在规划 2030年要盖40部 在东京外面正在盖5部 12345 全世界暖化 日本人怎么看 PN2.5 东京人怎么看 这就讲说这个配比 这个实在是看不到 一个配比 这就是政府的配比 煤30% 气50% 这个生殖人 还就是说我讲说 这个绿绿20% 碳排 一亿一千万度 成本 七千七百二十五亿 另外一种配比 绿能 10% 核能 维持 20% 蓝气 30% 蓝煤 40% 碳排 一模一样 大家有问题了 我等一下 可以解释一下 一百 一亿 一千万顿 这个成本 五千八百亿 这两个成本 碳排一模一样 成本差一千八百亿 这是我个人写的几本书 这本书 没人敢说事实是 上Google 是免费下载 大家随便看一下 这个是免费下载的 这是我今年写的一本书 专门谈 目前的这个人员政策 我就谈到这里 再来就对谈好了 好 谢谢 谢谢陈老师 他本身的 过去参与很多 这个火力发电厂的构筑 所以你一直谈到成本 第一个 我想问我们在座的同学 刚才陈老师说 台中的夏天空气很好 冬天空气不好 你们同意的人请举手 你们认为夏天空气 也不好的人请举手 你们认为现在的空气 比三年前不好的人请举手 我想这个让专家自己回去想一想 为什么他们的感受是如此 因为有些数据本身统计是可以玩的 就好像Al Gore 那第二个我想请问 陈老师就是 您刚才我看完你的所有的能源政策里头 我们回到几个PowerPoint的图 很快好吗 您可以帮我们找出来 现在的能源分配比例 其中煤炭是41% 然后核能是 因为你用的也是蔡政府的白皮书 那你难道不知道政治人物的白皮书 是不是写来给 那现在还增加了吗 煤电 40% 麻烦您用麦克风 因为这个煤电 当时我们现在在台湾 又盖了五部非常大的煤电机组 在南部林口盖两部 sorry 南部大林盖两部 北部林口盖三部 当然林口目前还没有完全完工 第三部可能后来完工 所以这五部大概加上来 可能明年如果都发电都上来的话 明年后应该将近五成 五十 差不多五十 五十 那如果再加上深澳燃煤电厂呢 深澳燃煤电厂加起来差不多 深澳燃煤电厂加起来差不多 深澳燃煤电厂比较小 比较小 发电量有限 这两个太大 所以我们煤炭发电要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那因为你不断地用那个 我看到有一个什么环境基金会执行长 叫做 你前面有一个图 在第二张 由苏贞昌领衔的那个图 我看一下好不好 那个我 就是新环境品质 那个东西 这是第二张图 这个是 这个是当时的 选前的民进党白皮书 苏贞昌领行 因为苏贞昌是这个新新建文 就叫做 的董事长 真正这个白皮书的带头的呢 是吴正宗 他是当年 叫做新能源政策 白皮书的 他们这个里面到最后挂名的就这些人 那其实真正的这个 就是像吴正宗 他的背景是什么 吴正宗啊 就有点不幸 他不是真正人源专家 他学什么 他是台大应力所的教授 应用力学 应用力学 对对对 所以说我这张图当时放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外行领导 内行 这里面很多 多半是民意代表 吴祥荣是谁呢 哪里 第一个副执行长 执行长是林万一 我知道他是学社会福利的 那也是这一次 不过这样子讲都好了 他们这几个是基金会的挂头的 可是真正在写 非和家园纪人员政策专案小组 是底下这一块呢 不是 就是说那个副执行长的层次 那可能是属于 还有执行长这个层次 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说 正正自变的 应该小美情 我把它讲完不好意思 因为政治我比你熟 这应该是蔡英文的亲信 没错 然后这个咨询委员下面这些人 像田秋景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吴坤玉 现在都是我们的新的教育部长 不是吧 那他学的是跟朱金吴一样 朱金吴是半岛 是导体方面的 高成岩是一个长期环保运动的抗争者 林戴华是民意代表 施信明是台大长期反和 但是化工的教授 冀国中是 是谁呢 不知道 李卓翰 吴坤玉 王图发是学经济学的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你说这里头的核心人物是吴正宗 但是他是学 应用力学 应用力学 他不是真正的能源的人 能源的好看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的说 所以可能刚才我们的谈话里头 我想建议您以后在做PowerPoint的时候 不要拿白皮书来作为基准 因为它根本不是准备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选举的承诺不是要拿来实践的 好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核电的比例 那个所有的电源的比例 这个我想请教您问题 OK 所以实际上 我们现在 真正实施的能源结构 是煤电 从40亿要变50 这样对吗 对 再过两年 那核电会降低多少 核电都降到可能10%以下了 因为六部机停了三部机 所以现在就是10%的核电 而且他也不敢再降 2025年会降 抱歉 未来两年可能不会 我认为您乐观了 OK 好 我像讲他的policy 因为您谈的叫政治 那我认为在政治部分 我们没有人可以预测 对 OK 所以煤炭的比例 因为比如说两年前我问你 你会以为它会降到零吗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说 其实蔡英文的政策白皮书里头 它的非核家园 本来就包含了核二 甚至核一 它要重新启动 所以是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将来核电比例 19%现在就是三个机组都运作 对 有没有核一这个里头 没有核一 所以就是核二 核一部机 核三两部机 我说这个19% 19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六部机都在运作 那现在只有10 现在剩下一半嘛 就是3部机没有 对对对 现在超8% 所以现在10% 然后10% 然后所以就把少掉 事实上 我刚刚要讲的就是数字来看 Actually 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能源政策 并非您刚才所说的白皮书 而是把核电降下来的10%里头 扣掉了9% 加到煤电里头变10% 50 这样对吗 您看一下 2020左右是这个样子 不是 我先讲就是说现在 因为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 2020就是现在了 你也摸不着蔡英文的肚子 好吧 谢谢 我也摸不着 大家都摸不着 所以其实真正的政策来看 是把那个19变成10 把这个41变成50 这样对吗 对 OK好 然后呢 在天然气的部分 目前为止 因为绿电要4% 这现在做到了吗 这个是马英九的时候 绿电这个4%是水力发电 他把水力发电算绿电 当然是啊 水力发电是全世界都算绿电 如果真正的再生能源是多少 就是水力发电再加太阳能 不加水力发电 那16 只有风力太神能就16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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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立电是吧 他的 他的 我想说他 不 我在讲 目前 我在讲目前 目前大概就是4 4 5左右 那如果我扣掉水力是多少 大概是1 2%吧 就是2个percent OK好 所以我扣掉水力发电 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就是现在2% 23左右 对 差不多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天然气是想要增加吗 对 现在是多少 现在大概30几 因为刚才核跟煤 没关系 先不管 就气垫现在32 现在大概30几 那本来希望目标增加到40 50 他希望变50 我不要讲白皮书 OK好 我讲实际的政策 请您把乱写的白皮书摆在旁边 实际上现在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天然气 在整个台电的发电比例是多少 大概30几 30几快要接近40吗 我不太记得 exactly exactly 不太记得 OK 所以 30几左右 30几 接近 好 我记得是36了 我记得是36%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从核电里头减少的 第一个就先加到煤炭 要不然不会这么短时间 活力发电厂盖那么快 煤炭发电厂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增加天然气 然后知道再生能源的增加 速度会很慢 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这样对吗 陈教授 盖要有时间 说他现在这个礼拜 不是离岸风电就要招标吗 他们目标就是 离岸风电在2025年 离岸风电本身就200亿度 就占10% 那个你讲的度数 在这里头 percentage是多少 这里你看我这边写 这个是内应联 是2200亿度 所以你把这个乘上 2200亿就是度数 我说它占多少百分比 你说什么东西占多少 离岸发电 这个离岸风电 我想讲 他们现在预计是2025年 是他们的目标年 因为那一年是核能全部废掉 他目标至少是这样子 我不要提目标 因为中华民国从来没有人达到目标 抱歉 他2500亿里面 他希望风电 目前希望你要花200亿 大概就8% 好 那你为什么觉得他是个灾难 是什么 灾难 你刚才演讲的时候 OK 我们现在就先讲风电 因为风电现在正是这个礼拜 非常热闻的一个题目 风电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 我刚刚有一张图给大家看 我是不是再秀一下 OK 这张风电 这个是前年5月20到5月31号 风力发电的一个状况 你是说时好时坏就对了 是吧 一方面再看一点 当时装置容量占了1.6% 可实际上供电供到0.12% 就是说风电 台湾大家知道是风 就是冬天大 我们就是东北季风的一个国家 夏天没有什么风 所以风电就是说你夏天 风电主要发电就在秋天冬天 那我们像台湾大家知道吗 台湾大家用电进风是夏天嘛 所以你就一直说它缓不济及 而且它需要电的时候它不发 对 在夏天真正要电它没有 我现在就讲风力发电好了 目前 蔡政府马上要招标 就是过这两个月 这个礼拜还在下个月 就要550万千瓦 550万千瓦很高 像台湾不过4200 550万占了十几% 可是现在台电目前 对于风 现在路上风雨已经有了 那台电就其实过去时间的 它的数据 就是说我在夏天 我这个风电大概 我只有6% 算它靠得住了 就是100个风车 有6个在转 冬天可能50个在转 60个在转 冬天风很好 可是夏天真的 我很要用电的时候 就6% 所以大家听听看 刚才550万瓦 乘6% 就是33万瓦 我们去年发电电风是3600 所以就是1%不到 可是我们花了多少钱呢 蔡英文现在 蔡政府的头 就是说预计一兆 你一兆下去 可是夏天 给你增加的备用容量 1%都不到 好 我现在跳一下 讲深澳 深澳120万瓦 1000亿 是含码头 整个1000亿 120万瓦呢 我叫你发你就发 20小时给我发嘛 不是不看风了嘛 对不对 120瓦 在3600万里 就是占了3.5 所以说你今天就说 你花了1000亿 盖一个深澳 你可以使台湾的 备用能量增加3% 你花了一兆 盖 福利化发电 增加不到1% 这个是 我想大家应该也听得懂 这不是很难的事情 好 那太阳能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你反对太阳能的理由 太阳能现在就是 太阳能问题 其实真正就是说 我们台湾是一个 我刚刚还有一张图 一个表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太阳数 我们是在太小 好 我看过有一个数字 对对 我看过有一个说法 请教陈贤人讲 就说他们认为 太阳能在台湾 除了我们的 有些地区 比如说 它的雨量太多 那就算雨量没有那么多 像台中雨量并不多 像嘉义这里雨量并不多 像高雄 比较雨量多一点点 那有些地方雨量是不多的 可是是土地不够 对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土地不够 除非把农田都废了 对 否则我们因为土地太少 那我们需要农作物 然后人也需要居住 所以我们不太像宁夏那种地方 或是像很多像美国的加州 加州 或者是加州那些地区 更不要讲沙漠地区 或是西班牙 西班牙也是 西班牙是连坟墓都在发电 对 我们去访问西班牙 我们台湾人的 先 这个台湾人的观念里头 我想 支持太阳能的 可能把它祖坟先拿来做 太阳能发电 如果有土葬的话 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好像 都很相信那个祖坟嘛 就是风水 然后所以都找风水师 规划了祖坟 那我想应该自己以身作则 把自己家里的祖坟 全部都学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是在墓地里头 全部都盖满了太阳能发电 所以西班牙是 欧洲的再生能源的模范生 很大的原因是 它的天然条件 它的太阳太好了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太阳能 你同意这个说法说 因为土地不够 它也是个障碍 在某些地区是 对 当然是 我现在也在跟大家 讲一个数字 大家会觉得很有趣 太阳能为什么要很大土地 我们这个工程师 有个讲话叫做 人量密度很低 每个单位发的电很少 你像要是能量很高 就把你烧焦了 它就是能量很低 你太阳下面30度 在这个电厂里面 是六七百度的温度 那能量密度是不一样 OK 大家有没有听过 叫做百万屋顶 阳光屋顶百万座 这其实是当时 马云九的一个政策 台湾大概有八百万户 可是我们不是偷天处 说台湾屋顶 大概有三百万屋顶 全部加起来 三百万屋顶 那为什么当时说 百万屋顶呢 就是说你屋顶必须朝南 我们在北回归线 在北半球 就是说要朝南的屋顶 然后如果你朝南屋顶 你前面又有什么 高楼挡住 树挡住 你也不能发电 所以是讲说 OK 假设我们朝南屋顶 全部发电的话 叫百万屋顶 这个也是笑话 说老实话 那今天其实蔡政府 其实这个政策还是保留 然后呢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数字 很好笑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我要打断 OK 百万屋顶做到了吗 没有 所以我就告诉你 不要讲目标嘛 不是 我等一下讲 这个很好笑的东西 中华民国也好 叫台湾也好 不管是哪个国民 我们是一个目标 就是目标归目标 它不可能达到 我现在讲太阳能 好 那为什么达不到 OK 好 我现在讲太阳能 如果今天全部 三百万屋顶 全部装的话 发电量等于 核四一部机 大家知道吗 全台湾屋顶 从南到北 全部装太阳能 三百万屋顶 每年发一百亿度 核四一部机一百亿度 所以想想看 太阳能是不是个 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我们全部的屋顶 全部装 我们核四一部机 盖好了 三千亿 不要 要把蓝料包拿出去 然后现在在推 屋顶上去装太阳能 我就问你说 这听起来 做不到嘛 为什么做不到 全世界国家 没有人说 像德国都没有占到百分之几 都是个位数的 我们像有百分之三十 当然做不到 不是 德国现在是 如果它的房子 屋顶没有太阳能 那个房子会很难卖 对 因为德国人的 我当然讲的是德西地区 因为德东地区是产煤的 而且您刚刚说 全世界没有再装核能的德国 这句话有对 有错 对的是您完全对 错的是 它是去跟法国 跟人家买核电 它是跟人家买核电 所以我们也要跟人家买核电 才能够停止核能电厂 对 没错 而且梅克尔在这次竞选 付出重大的代价 因为它烧燃煤电厂 使得二氧化碳排放 增加了百分之八的空污 所以它在西德地区 德西地区失去很多票 它所以发展这个政策的原因是 德东地区里头 它要让那个地区产赫煤的人 有工作 然后搞了很多煤炭发电厂 所以空污就很严重了 所以绿党就不跟它阻隔 就造成它竞选了以后 好几个月都不能组成政府 这是题外话 我先请教我们在场的同学 你们是家里住在台中的人 举手好不好 就是不是完全 就是从外地来 家里住台中 彰化这一带的 只要是中 彰 头 这一带的 苗栗的都算请举手好吗 我可惜是不少 你家里有庄 第一 屋顶太阳能 第二 太阳能热水器 随便拿一个 油庄的人请举手 不错 我们这里有几个模范手 油庄的人就手举高一点 但是就比刚才少了很多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没有庄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中部是最多太阳的地方 没有庄的原因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我有庄 我住在台北 三百天里头 有一百多天是下雨 因为我还住在山区 可是我有庄 那我庄 我才会知道说 政府的政策 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到位 我也很吃惊 我找来 那一家 它就是推太阳能热水器 那当时呢 我们如果整个屋顶都要变成太阳能 我们那个房子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太阳能热水器是可以的 那个时候是房子盖是2003年 没有像现在太阳能屋顶做得这么好 这么发展得这么好这样子 那顶多 太阳能热水器呢 我装的时刻 我就发现 我只要自己出钱出四万多块钱 不是四十万 就四万多块钱 那一家公司就要来帮你装太阳能 然后它的总价是快要八万块钱左右 然后三万多它会帮你去 自己帮你去申请 而且不是我是每一家都是这样 政府就相对补助三万多块钱 所以我常常说 台湾很大的能源结构问题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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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了不要不高兴 第一 是公民水平的问题 就老百姓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不够 然后教育做得不够到位 然后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足够的使命 然后事实上不是政府的政策 没有进来 政府政策进来了 但还在落实里头碰到了层层的难关 比如说我知道台北市政府曾经希望把既有的 我们不是有很多家盖的屋顶屋吗 很丑嘛 铁皮屋 你都给我改太阳能的屋顶屋 那你只要改太阳能的屋顶屋的话 你至少可以提供你自己部分的用电嘛 像我的太阳能热水器不是卖给谁啊 就是我自己洗澡啊 那只要当天有太阳我就洗得很高兴 又表示我没有用到电 那本来希望能够如此 然后让你本来就不能够拆的违章建筑 一定既有的铁皮屋 一眼望过去至少都是太阳能 不会那么丑嘛 台中市也是一堆铁皮屋嘛 结果我们中华民国或是台湾的银建署就不同意 他说因为我如果同意的叫土力他人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政府本身也有很多官僚 然后呢监察院方面也认为说不可以 所以这个政策就没有执行 可是至少你可以装很多太阳能热水器 这个老百姓自己是可以装的 可是政府的宣传就做得很差 他并没有他虽然有这个政策 他并没有像宣传他自己竞选的时候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台湾价值 他可没有这样 他没有像这种宣传他自己 我好帮 我好好 他们没有用这种方式 去宣传一个对台湾重要的政策 所以他造成了好的政策 却没有落实下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想请问一下陈老师 刚才我们在谈这些政策里头 您提到说 煤炭 我知道煤炭跟核能 基本上被每一个国家都当成叫做基载电力 就是说比较稳定的电力 除非你自己是天然气的产油 很多国家因为反对煤炭的关系 加上空气污染 所以他们就变成重启核能 那台湾大概是又反核 而反核以后 没有注意到后面来的就是煤炭 你们刚刚看到那个数字了 对不对 19%降了10% 那个少掉的9就加进来到煤炭里 就41就变成50 因为天然气要增加非常困难 这件事情我特别要请教你 我想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因为我觉得对所有的政府来说 它这个雾霾搞到这个程度 台中市民已经讲了谁可以解决雾霾 我才投他做市长 老百姓已经很生气了 所以对他来讲 他应该会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天然气 可是日本本来以天然气为主 现在也停 台湾天然气也不敢再增加 那台湾有台湾本身的因素 你又要讲一下什么理由 天然气其实主要就是贵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天然气不错 如果便宜的话 现在美国因为有所谓液炎气开发 说美国现在燃气发电比蓝煤便宜 说美国现在蓝煤发电不盖 不是因为它什么减碳 不是 它天然气便宜了 好 日本人呢 日本人在311辅导之后 它本来有五十几部和能机组 有一阵子是零嘛 它就能飞和家园了 日本人怎么办呢 因为日本的蓝煤电厂也是积债 也是24小时 一直在发电 每年发7000小时 挤不出来了 所以日本人 蓝煤电厂本来就是兼债的 所以它只有平常白天开晚上不开 现在核能电厂竟然没有了 我就要晚上开 所以它核能电厂缺的这个电 全部是由蓝气来取代 它每年呢 增加了三四兆日元 信口电蓝气 所以说日本从一个出超国变入超国 就是外汇存地就 它受不了了 所以日本那天 其实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 蔡政府一个能源政策 就是希望走到日本的今天 日本是希望走到台湾的 其实我们不要讲哪一个政府了 就是我们现在是真的有能源困境 全世界都有 所以我想请教陈老师就说 台湾大幅增加天然气的困难 还有呢 还有第二个人员安全 人员安全 我刚讲其实人员最重要就是人员安全 你有没有电 有没有电 台湾刚才陈教授有提到说 台湾这个2%是所谓自产 98% 因为我们不产煤 不产气 不产右 我们只有什么 下雨嘛 是水利发电 下雨天 其他全部进口 全世界国家 那不要讲说人员出国 它是超过百分之百了 像美国 中国这些都是百分之八九十自产的 所以说那时候 所以说今天我们讲为什么讲说 我们讲人员安全 回过来讲气 为什么 何能你是一年半大修一次 他一个飞机过来 难得帮你摆进去 你保证一年半发电 不停 蓝煤 煤厂你堆的煤 大概堆三四十天 台湾现在是规定的 就四十五天 安全存量 所以外面风吹走动 至少我蓝煤可以发四十五天 蓝气呢 天然气 天然气 我们天然气 我们冬天大概两个礼拜 夏天天然气一直烧的时候 天然气存量是一个礼拜 为什么 天然气 它这个 天然气我们因为是所谓的 我们台湾 日本 韩国 比如说 俄国输天然气到德国去 是气管过去 加拿大输 美国 或者是哪里输 哪里 都是气管 可是气 你没办法放在船里面 它体积太小了 体积太大 人量太少了 所以人量异化 你漏掉一句话说 台湾不是气管 台湾是靠船 台湾靠船 所以说要负162度的 要先异化到负162度 然后这个船呢 也是说你在里面 负162度 特别的船舱 运到台湾 让我们这个天然气除草 负162度除草进去 发电的时候再气化让它来发电 所以说我们这个过程呢 是非常非常贵 所以美国天然气的价钱 我们台湾 日本 韩国 是它三倍 所以说美国今天异化天然气 它这个有液液气出来了 它便宜了 到台湾还是三倍 就是因为我们要先把它异化 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 盖除草什么东西 就是说 这能源安全 你这样看 我们将来如果50% 如果50% 现在37% 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两个台湾 我们就断电 为什么 一个台湾搞三天 两个台湾 我们就曾经台电有 大概大家年纪大一点 记得 林文渊 做个台内董事长 做了几十天 就是一个天然气 一条船进不来 临时断电 第二天下台 您学识丰富 讲话太快啊 讲话一点 对 等一下 为什么台风 就会没有天然气 我知道是个原因 他们可能不懂 因为他们年纪起 天然气的船 其实是蛮 要很稳定的 风速 某个风速 不要讲台风 风大一点 天然气就不能够进港 怕 发生意外 所以不要讲台风 风大都不行 所以为什么当年 第一个天然气 就是在 盖在新达 你看台湾这个地图 新达是凹进来的 东北季风 对它影响比较小一点 比较好 盖在哪里 你讲很清楚 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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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的新达 高雄新达 高雄台南交界的地方 那地方其实是比较 所以为什么说深澳 为什么盖 因为这边 等一下 你还没讲完 OK 好 为什么台风 船不能进来 因为风太大 船要在外海停 等到风小了 船才能进来 好 然后他在2002年 对 林文渊做台电 董事长说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风大 船进不来 那时候其实 南气发电 占我们的比例 还蛮少 可是一下子进不来 也断电了 那时候是25%左右 可能是 我现在不太记得 当时的数字 大概都是二 那时候台电 就是很要求 在孙宇选时代 要求能源分散 所以每一个 都是二字头 但水力发电 在孙宇选时代 是10% 现在降到2% 就是台湾这个水库 都完蛋了 主要是我们的用电增加 台湾就比较小 OK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 他让所有的能源 希望比如说 核能是20多 是20 每个都是20多 20多 这样子叫做分散风险 就是你不会因为 有一个石油危机 一个台风 或是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国家就断电了 这个就是叫做 能源分散 那当时 我们的能源 在2002年的时候 陈仁宇选刚刚上台 他还没有去大幅改变这个政策 可是为什么 一个台风 几艘船 还是一艘船进不来 台电就限电 为什么 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 你电本来就是在非常 怎么讲 就是你 reserve就很小 像去年 为什么一个大台 一个跳机 或者是说 和平电厂 要电塔倒了 公务员就不能用电 因为你在冬天 其实没什么大关系 因为冬天用电很少 夏天你根本就是已经 水淹到鼻子了 再淹一寸 你就不能呼吸了嘛 一条船 你就不能呼吸了 所以这种问题是 我们的被载容量 就是我们可以 不够 就是你家里的存款 太少钱了 你让你家 你家里的存款里头 只有多出一万块 所以你家里有任何事情 你家里就会出事 等于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 可能是 我们本来是15% 就是你存了 一万五千块 对 然后可是 这个 新加坡是30% 而且它是用管 对 它还是天然气管 从马来西亚直接输过去 我们是全世界最低的 我们是全世界最低的 备用容量 我们讲所谓法定15% 全世界最低 可是现在还降到10%以下 对 因为这个百分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一个数字 一个用语 一个叫备用 一个叫备转 大家常常听到会搞混 备用容量是说 全年其实只有一个数字 就是把你现在 全部的装置容量 全部加起来 然后你夏天最热的那天 你说上面还有剩下多少 叫做备用容量 备转是每天的 就是你虽然有这个装置 可是你这个电厂在大修 对不对 你要扣掉 比如说你这个水库 虽然你装着这么多 几十万 抱歉 沽水 你灌溉去了 你水不能发电 所以说备转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备用 大家听起来15%还不少 可实际上 你只要有机组 有坏掉 你只要水库 今年下雨不多 你只要各种状况 说你备转 每年备转 就很危险 所以去年 比如像我们讲 我们现在核一核二 不是那时候 各有一部机 硬备停下来 可是在备用容量里面 是算进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 看起来15 实际上备转非常低 所以我们看起来 备转容量是15% 可是那15是把核一核二 全算进来 对 备用都算进来了 每天其实是没有它 好 抱歉 可是事实上 核一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了 没有办法动了 OK 所以只剩核二在动 你们刚刚听得懂 备转容量跟备用 对 备用和备转 备用是每年 你们听得懂 备用容量跟备转容量的人 请举手 听得懂的人请举手 只有一个 OK 好 那我用一个 不是能源专家的话 讲给你们听 如果有错 请陈老师更整 什么叫备用容量 就是说 其实我们算合一 而且合一看起来 现在是根本 没有办法动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不负责任 那个是像新加坡 它有液化天然气 主存槽 那它呢 就是说 如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比如说 马来西亚 跟它 劳工罢工了 或者是说 它的天然气 出了什么问题 它突然过不来了 那我这个国家 要有我自己的储备量 那我可以把这个储备量 拿出来用 这个叫做被用容量 OK 第二个叫被转容量 最重要是转这个字 被转容量是什么呢 就大潭天然气 在这个 我们上次看到 大潭天然气组 不管它是人为的 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它机组一跳电 一跳电的下一秒钟 就是无缝接轨的 它的电就跟上来 就对吗 就是它有一种电力 是储存在那里的 它可以容许 员工犯错 你们想想看 我们一个 任何一个公司的管理 只要有一个人 他犯了错 这公司整个电脑就瘫痪了 这公司是不是风险很高 所以你一定会让 一个公司里头 有一个风险管理的 一个情况 就是说第一个 你的劳工是可以允许休假的 所以人是可以调度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前面叫备用容量 背转呢 就是说万一出了什么事 立刻有一个人可以递不上去 这个就叫背转 这样对吗 类似了 这样对 谢谢 这样你们听得懂了吗 这样不要听得懂 OK 那我们的背转容量是多少 有没有三个percent 其实是比这个高了 因为现在基本上 背转 背转 对 每天 现在背用如果说15的话 背转大概扣掉5 大概扣5左右 可是问题背转是每天会不一样 因为如果说这个基础今天坏掉了 跳机了 背转马上就掉 所以背转这个数字是天天在动 简单来讲 就是说上次大潭天然气场 因为它本身提供了将近7个percent的电力 所以它一跳机的时刻 我们的背转容量没有那么高 所以那天就限掉 就是这样 OK 所以它绝对是低于7以下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OK 好 那一个国家的能源政策 台风就限电 一个员工犯了错 全台湾就没有电 我们还需要匪谍吗 所以说这个人员安全 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说大家把人员政策 把人员供应 保证人员供应 叫做人员安全 第一 第二是钱 第三个环保 好 我再请问你 我们的天然气从哪里来 我们最远应该是卡达吧 卡达是主要的 我们的进口国 卡达 我再讲一个 所谓能源安全一个事情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 那时候伊朗 不是说这个 在发展 发展这个 核子武器吗 当时大家要 很多国家说要杯葛伊朗什么 伊朗当时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要是杯葛我 什么贸易 我就把这个 卡达封锁 Holmes这个海峡封锁 那海峡一封锁 卡达的气就出不来了 不止卡达气 油很多 阿拉伯里面油也出不来 所以说当时 我们其实 台湾其实很紧张 台电中油 就说 哎呦 气过不来 我们撑不了几天 老百姓不知道的 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所以现在美国也准备要废除伊朗核协议 所以你们大家准备 所以一个是卡达 另外一个是哪一个国家 马来西亚 其实印尼这边也是 也有不少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印尼这边 马来西亚慢慢会降下 因为它本身不够了 这个常常在变 它经济发展 它需要自己 所以新加坡很怕 马来西亚不给它气 好 我再请教你 现在卡达因为跟美国交恶 因为卡达不愿意 在整个中东的盟友里头 站在伊拉克 最主要是站在以色列 沙奥地阿拉伯 美国这个行列 因为他知道他跟伊朗作对 他就完蛋了 他可以把中间的海峡封起来 那他的地理位置 你们翻开世界地图 他就位于沙奥地阿拉伯 跟伊朗的中间 所以他没有能力 跟沙奥地阿拉伯作对 更不可能跟伊朗作对 所以他要维持中立 结果美国就开始修理 卡达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你 所以卡达在世界上 现在最重要的大国 是哪一个国家 你说什么大国 背后的大国 强权大国 卡达我知道 它是 这跟它这个 宗教教派好像也有点关系 我没有特别研究 卡达这一块 是不是俄国呢 我告诉你答案 它的名字叫中国 中国也说不定 中国跟它进口 那你们注意听到 我刚才的逻辑 你们听出来没有 我们最大的天然气 跟石油进来的 大概都从那个地方进来 然后卡达因为美国 想建立 就是川普啊 想要把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 单独地废除 当时是15个国家一起签的 它自己单独要反对 14个欧洲国家不同意它的做法 那现在呢 很可能那个地区是会有事情的 包括最近叙利亚战争 真正的目标 就是对准的伊朗跟俄罗斯 所以伊朗在那个地方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如果中国有一天 它想对台湾动手 中国大陆要对台湾动手 它打一通电话给 他们叫卡达尔 我们翻成叫卡达尔 他们叫卡塔尔这样子 那正确的阿拉伯发文 应该叫卡塔尔 所以他们 其实大陆的翻译 常常是根据当地的发音 我们都把人家的名字 直接念英文这样子 所以我们翻成卡达尔 我们的外交部 我们的外交部 是向来这个翻译 从而以英文为准的 虽然人家那个国家用的不是英文 卡塔尔 那他如果打一通电话给卡塔尔 跟他说 你的船晚出来五天 我想请问陈老师 只要晚出来五天或一个礼拜 台湾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百分之 不要讲说以后百分之五十 现在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电厂没有电 不能发电 很简单 一个礼拜就没有电了 没电了 我们的存量就是 一个礼拜 我们这个百分之三十几 就是靠这个 一个礼拜 我们存量变零 这百分之三十电厂就挂掉了 这叫能源安全嘛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 增加至百分之五十呢 好 那你认为这样 中国还需要打台湾吗 他打电话就好了 他打电话 他不要打台湾啊 他打电话给卡达 这个我服许自评 请你的船晚出来 一个礼拜 这样叫做不费吹灰之力 不是吗 台湾就一片黑暗嘛 是不是这样 OK 这会一片黑暗吗 就是我们就没有那个百分之三 现在是三十六嘛 我不要讲未来 那这三十六没有了 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 少了三十六会是怎样 我们上次少了七大潭天然间跳电 我就发现 我怎么经过台北的殡仪馆 马路乱七八糟了 殡仪馆发生了什么事 经过行天宫也乱七八糟了 红绿灯通通都不动了 就一个百分之七的大潭天然间就这样 那如果三十六一个礼拜 没有进来会怎么样 我觉得难以想象吧 大家想想 大家不能玩手机了 不能上网了 不要讲别的 这很惨了 这会活啊 不是说一天了 不 这会活 可能很长的时间了 还有呢 我可以想想看 你的家里 抽水机都在楼上嘛 马达不抽水 你家里没水了 这不能喝水 第二个 抽水马桶没有水 不能上厕所了 冰箱没有电了 没东西吃了 电跟我们息息相关了 就是我们民生嘛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三分之一的电力没有了 那就要扣除这三分之一 然后到底谁要没有电 谁要有电 这里头连工业用电 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嘛 那所以 到底要谁给电 谁不给电 整个全台湾就大乱 就这么一句话就对了 当然是嘛 OK 好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回到那个 煤炭发电 因为台中很关心这个话题嘛 就是其实我刚看您的表格 我就看到这里头的魔术比例这样 就19核能发电变成10 然后41% 对不对 就变成快50 就是现在煤炭发电 而且看起来 它在往这方面推 比如说最近经济部做了一个宣传 然后天下杂志也配合 自由时报也配合 然后非常多的报纸 也没有非常多了 就这几家 OK 然后他们说 这些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然后日本横滨紫机发电厂 那紫机发电厂呢 燃煤电厂在横滨 再来第二个就是干净的煤 所以有些人就很生气地说 想提名 说这句话的人 拿诺贝尔化学奖 你可以叫大家同意燃煤 可是你不能说叫干净的煤 以及无炭 无烟 无尘 这是事实吗 秦文陈教授 你自己本身是 火力发电盖的人 因为这个东西 你讲污染 气是有污染的 气污染当然是比较少 那其实 其实蔡政府目前 他因为想要把气弄上 现在目前 已经在环瓶都 因为现在 深澳环瓶争议太大 其实其他的环瓶 基本上都过了 现在台湾深澳 大概就是盖两部机 可是在蔡政府的规划里面 要盖十几二十部 十几部了 非常大的燃气电厂 因为他想要把煤降下来 OK 所以现在大谈 当然因为藻礁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 那其实台中要盖 新台要盖 高原要盖 非常多的 燃气电厂要上来 将来变成怎么样 就是盖好燃煤电厂 其实将来台中的 如果真的怕 这个空气不好 你不要担心 当这些燃气电厂 都上来以后 蔡英文他们会把 燃煤降下来 可是大家每天都花九百亿 就是这样子 我刚才问您的问题 你跳过了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干净的煤 有没有无尘 无污染 无烟 当然是没有 它这个讲的是 无二氧化碳的燃煤电厂 有没有这种电厂 对 没有这种燃煤电厂 也没有这种燃气电厂 不可能吗 没有 全世界也没有 全世界一家都没有 不然人家 全世界都盖上 全球软化都解决了 如果有无碳电厂的话 天然气也有碳 煤也有碳 您刚才在讲核能电厂趋势里头 我注意到一个坊间的说法 您写了 有一个表格 可不可以找出来 就这个 好聪明 这是太阳能 我们要找的是核能 中国的比例 中国 我看了 你说要准备盖多少 你有写全世界准备盖多少 对 中国盖很多 因为最近中国 四月份要求 第一个叫福建 第二个叫浙江 第三个叫广东 第四个叫江苏 不准进口 就限制进口煤炭 就不让它搞煤炭发电厂 那我先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中国是全世界煤炭储量第一名 所以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把煤弄干净的技术 有没有污染的煤炭 有没有污染的煤炭发电厂 中国会跑到最前面 对不对 好 那你看中国盖了十九座 请问这十九座要盖在哪里啊 核能基组 基本上是沿海现在在盖 福建对面就好几步嘛 广东大亚湾一直在 一直有嘛 广东 广东福建什么 你讲太快了 我就是要你讲福建 福建几个 福建我印象里面 林德这边可能有六个吧 好 那比我们多远 它如果爆炸会不会影响我们 那很近啊 非常近啊 所以 坊间有一个说法说 如果福建的核能电厂 发生任何事故 有所谓的辐射线 台湾会不会受影响 我知道马祖一定受影响 因为马祖在它对面 那台湾本岛会不会受影响 只看风向 风向吹过来应该会受影响 就跟乌克兰那个时候 吹到中国去一样 看风向 对对对 因为福岛当时风向 没有往东京吹嘛 往海上吹 所以说 东京这边还OK 这看距离 看风向有关系 风向不对的话 当然是有影响 可是您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的污染 三分之一是境外污染 你用的是环保署的资料 对不对 这个是学术界的资料吧 学术界 因为这东西是可以测的 因为 真的全台湾而言 为什么冬天比较厉害 因为 比如说你 百分之六七十是境内制造的 交通和工厂 你等到 又加了百分之三十 就是冬天 戈壁那边过来的 可是我有一个好奇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自己常在中国大陆走来走去 中国大陆最严重的污染地区 山西不要讲了 就是北京 天津 京津 季马 那人家在隔壁的韩国 怎么还有蓝天白云 京都也蓝天白云 东京也蓝天白云 干嘛到台北 台中 高雄 这么严重啊 而且突然这几年 中国的污染在改善 台湾的污染却一直在恶化 为什么 而且三分之一的数字是韩国的数字 日本的数字是四分之一 台湾怎么会三分之一 我说境外污染 那韩国我可以理解 因为它跟天津就是一线之隔 就是很近啊 那你到福建去 你到厦门 厦门有石化工厂 现在他们也尽量地在废纸 然后所以福建才会禁止进口煤炭 它要把它变成一个创新人才的基地 蓝天白云的地方 一个livable的地方 OK 那如果整个中国大陆在去煤改气 然后呢 它的气是从俄罗斯 这个管子直接过来的 现在是直接管子下了 有很多地方 那如果中国都做到这些 然后福建在搞核能电厂 我们这里为什么会有境外污染 是从福建过来 我们登山会台湾是从福建过来 我们不是从北京游过来的 这我简单很简单地地理的 一个好奇的问题 就是如果境外污染战的比例是这么高 那为什么韩国跟日本 离经经济那么近的地方 他们尚有蓝天白云 我们台中会没有 这东西其实真正要看 我今天因为我没有准备这个东西 其实像我刚才讲 暖化力一块的经济损失 你真的还是要去看真正的 统计数字是怎么回事 哪一天或哪个月或者是 我说不定在台北有时候 有看到蓝天 东京说不定我有时候看到污染 所以真正要看 真的还是看统计数字 我今天没法回答 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些国家统计数字 我当然把问题丢出来给大家去想 就是说有一天他们就说 这都是境外污染 我一个朋友是经济铺的次长 然后于是我就去 跟一个朋友刚好去京都 我说拍照给我看 结果还是蓝天白云 我一个朋友在首尔 拍照给我看蓝天白云 我又更火大 在厦门的朋友拍照给我看蓝天白云 最糟的是连马祖都蓝天白云的 鸡门也蓝天白云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想不通 如果这是境外污染 这些都应该是境内或是隔壁 怎么搞到我好像变成我住在中国的境内去了 为什么会变成如此 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而且也让大家去思考 我们五点钟下课 那有问题的同学请 我想你们今天听到很多 我们台上两个也不完全意见一样 那我想这是一个 其实我上次有跟大家上课时有说过说 我们这个系列的能源 你们会听到有的人是反核 有的人听到是反煤 有的人听到是赞成煤 有的人听到是讲第四代核电厂 有的人谈全球暖化 有的人说全球暖化 没那么严重 就让所有的人好好去思考 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好吗 有没有人有问题 有没有人有问题 来 麻烦 这位瘦瘦的同学戴眼镜的 我想要问有关于地热的发展 就是地热 它有办法在台湾发展吗 还有它的效率跟就是它整体的未来 好的问题 地热这一块也是说老实话 台湾这个也被 宣传很厉害 你现在看台湾现在 有些推广地热的人 他在讲的 台湾的发展地热的 所谓的潜力 等于是世界最高了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观念 全世界地热最好的国家 是哪些国家 冰岛 冰岛 菲律宾地热非常好 纽西兰地热很好 这些国家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共同处 火山 对 火山 火山嘛 所以地底资源非常好 那台北 台湾底下的地热 大概 温泉嘛 我们 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所以说 讲现在讲很多 都是讲所谓 很深层的地热 那种技术 现在还没有了 像潜层地热 现在是有限的 我这样只能这样讲 好 谢谢 来 我请教陈老师一个问题 我曾经在上一堂课的时候 提出来很多同学赞成 如果这年头有一个干净的煤 无尘 无污染的煤炭发电厂 盖在台北市中心 你说唯一的困难就是 因为台北市中心没有港口 那我不能用 陀拉古把煤炭 拖到台北市中心吗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做嘛 也没有在纽约伦敦中间 盖一个蓝煤电厂嘛 他们国家也都有蓝煤电厂 那既然谁敢说是干净的 就运到他家 当然这句话是错的 可是因为这句话套错的话 我们就将错就错地 说在台北中心待 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很好 谢谢 你觉得这也不是很好 那就任由一个人 一直讲谎话不好啊 所以就拜托他 该在台北市中心 对 所以说这个人是讲错话了 然后把煤就运到中正纪念堂 这不是更好吗 转型正义 把中正纪念堂里头塞满了煤 然后把煤再运到空总里头 就去发电啊 这不是很好 为什么要我们台中 吃这么多雾霾 如果深耗发电厂 盖起来 加领口发电厂 那您觉得没关系 可是如果有气喘的人 有呼吸问题的人 随着不同的风向 台北盆地是不是等于是 两个活力发电厂 双面夹几 如果是我还蛮高兴就是了 因为我觉得台北市民 应该自己分摊一下台中跟高雄 肮脏的空气 这样对吧 我的心情 心肠好像不太好 可是我认为大家要 全民同呼吸嘛 因为他刚才讲 最后一个能源的目标 叫社会公平啊 我这叫很公平 您觉得呢 社会公平其实重点 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 刚才陈老陈教授问我 没有完全回答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不盖太阳冷 德国也没有大家都在盖 很重要一个原因 太阳冷热水气息是蛮便宜 太阳冷板 你在屋顶上盖 大概也要几十万嘛 你盖了太阳冷板 你可以跟台电签约收钱 可是你要有点钱 有点闲钱 所以在德国就发生 这个所谓的社会 injustice的 就是不公平的问题 我有钱我盖 我跟政府 跟电力购市拿钱 电费涨了 穷人要做 这是社会不公平 这是一个 再生能源 现在比如说风力发电 一兆啊 都是外国财团在大概啊 将来六度电卖给你的时候 卖的时候穷人也要做 这是社会不公平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 违反社会公平的事情 这在世界上已经都在讲说 这个绿色能源有这么一个缺陷 你们就不回答我问题 在你们台北市中心 带一个煤炭发电厂 你又是活力工程专家 就帮忙盖一个 你在笑你在吵 因为如果今天有纽约盖一个 我觉得台北可以盖一个 巴黎盖一个 伦敦中间盖一个 台北也可以盖 纽约跟巴黎 你刚好举出两个城市 这两个城市是反对煤炭发电厂 而且非常在乎全球暖化 所以还会有一个叫 巴黎协议啊 现在是台北市的人不反煤啊 那你把煤丢给台中 丢给高雄 就很不负责任啊 对不对 台北市民不反煤 那就把煤送给他 这样不是比较公平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有点 我觉得扯远 你觉得是扯远 我觉得有点扯远 我觉得是扯进了 叫做社会公平这样子 因为你们都住在台北市的人 在赞成煤炭发电厂啊 您觉得呢 现在最反对煤炭发电厂 反而是中南部对吧 那北市的人因为受苦少 你不觉得这个是不公平吗 您觉得 实际上是有人说 深奥应该要盖 因为不应该都靠南电北送嘛 对 深奥盖嘛 其实就在北部了嘛 可是全世界就没有 像纽约外面也有蓝煤电厂 可是没有人盖市中心嘛 我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区域上面还是会有 我当然了解了 因为大家都是找偏远地区靠海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有个伟大的领导者说 我们有干净的煤 无尘无污染 我也不同意他这句话 所以我也不同意说盖在市中心 那为什么天下杂志可以做封面故事呢 抱歉我没看到这一期嘛 不是 你们不是说你曾经批评天下的内容是指什么 天下他讲说无炭 就是讲无炭啊 他讲无炭这块是笑话 他讲机子电厂 是无炭电厂 那是笑话 他就讲紫机电厂 就是横滨那个煤炭发电厂 他就说我们进口的就是那个机组 在领口发电厂是无炭的 将来在深澳也都是无炭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记者的水准的问题了 台电不会讲这是无炭的 我们也不会讲那是无炭的 全世界没有 全世界没有无炭的在面电厂 你刚才说是谁的水准 记者 对 记者 我当时有讲说你这个记者 为什么会写那个是无炭的 因为是我们经济部部长跟次长讲的 还有我们的行政院长说的 他们有讲说无炭吗 我不知道 我没看到他讲无炭 抱歉 那你一样没有给我看一下 我可以好好写一个文章修理他们 好 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留下来的人一定是还有一点 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等一下 有一个同学 来 来 举手 来 那名同学快点 女孩子 只是想问一下 就是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得不用用电吗 或者是就是既然电那么缺绝不如 把电用在别的地方 就是不要一直让电很需要用到 这样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但是只想问一下 谢谢 我听不懂 你说不要用电是吧 对 就是如果能把任何的家电用 你都变成不用用电的话 那不是就可以解决 很耗电的问题之类的吗 如果今天的社会 如果不用电可以存在的话 这是很好 不 我不知道全世界 我们可以说 不用电生存的国家 我想你的主张 我们后面中空气的人 把这里头的电全部关掉 看是什么感觉 把所有的电关掉 谁在管电 所有的电啊 所有的电 所有的电 我们地上还有电 走路还有电 所有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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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关掉 再关掉 太好了 不用看到我的皱纹 全部关掉 全部关掉 Yes 好 拜拜 下课 感谢 感谢 感谢